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易博士医学讲堂 要学好命理学 就要先了解 医学的基础理论 比如阴阳五行 天干地质 八字排断 用神洗击等等 我们录制了这套 细柱命理的教程 通过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的讲解 帮助大家 能够轻松地进入 医学的殿堂 这套视频教程 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 四周命理学的核心理论 有浅入深 情绪渐进 为大家讲解 四周命理的主要理论和概念 第二 详细剖析 命格层次 用神洗击 流年大运的分析方法 第三 四大实战方向 从家人 健康 财运 婚姻等方面 介绍实战的技巧 第四 介绍 性格和运程的 综合分析方法 教您更好地了解 人性 和 屈指必须 同学们 学习命理 实施 并不难 但是 初学者 要懂得 捕捉 重心 跟着这套 视频教程来学习 会很容易 摸透 其中的 玄机 和翘文 在这套教程中 叶老师传队 会以一种 比较特别的方式 和大家接约 带着大家 领略 一时的 智慧 和乐趣 好了 下面 就让我们 开启 这个 学习 之旅吧 大家好 今天 给大家讲一下 天干的阴阳 五行俗性 以及它的 季节方位的一些 基础基石 医学里面讲的 十天干 就是指 甲 乙 饼 钉 物 己 刚 心 人 鬼 这个是读 鬼字 那么 这十天干 它的 方位 季节 阴阳五行 要对应哪些呢 大家都知道 中国呢 是在 北半球 我们经常 说的是 上 北 下 南 左 西 右 东 地图就是 这样子的 其实呢 这对于我们 意识来讲啊 是不标准的 我们呢 要养成一个 从 意识的角度 来 记忆 方位的习惯 看这个九宫图 会经常用到 那么 义学的标准 是怎样的呢 古人讲究 天南 地北 天 在上面 为南 地 在下面 为北 我们画一下 天 天 南 地 北 左 东 右 西 我们都知道一年细迹的变化 就是春天过来是夏天 夏天过来是秋天 秋天过来是冬天 冬天再过来就是春天 这样循环往复 往南走是越来越越的 代表的是夏天 所以南方也代表夏季 越往南走就越热 在赤道附近会更热 那么相对的就是北边 为冬天 往北走越来越冷到北极会更冷 对吧 转过来呢 这是冬 也代表春天 中国的地形啊 越往东就是平原啊 大海啊 一片生机勃勃 而中国的西部 西北呢 是沙漠 黄土 高原 一片黄沙 万物萧条 也代表秋天 那么天干怎么样去记它呢 我们可以将来记 甲乙 东方木 甲乙 在这里 春天 我们经常会看到 生机勃勃 朝掌 英飞 就是 代表春天 甲木为阳 乙木为阴 从颜色的角度来看 它是属于 青色 杂色 主秋 乙色 主绿 属于青色和绿色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 长得清秀 从命理来看呢 如果五行木 长得比较好 人呢 肯定会比较清秀 长得会比较帅气 甲呢 是羊木 可以理解为 大自然中的 参天大树 动粮之才 甲木的人 比较积极 能吃苦 给人一种呢 稳重 踏实的感觉 甲木是 食于天干之手啊 所以 甲木的人呢 比较喜欢做老大 非常在意 别人 对他 自己的看法 因为他是老大嘛 乙 是 樱木 可以想象为 大自然的 花 草 藤螺 可以说 一个人 乙木 俗性比较强啊 性格是比较 柔和的 特别是 女孩子 就会比较 温柔 漂亮 乙木的人 是比较 温柔 体贴的 凡事的 都会想到 比较周到 和细微 做起 事情来 也是比较 谨慎 有时呢 还有点这个 忧郁 对钱财 看到比较重 有点 斤斤 计较 接下来呢 是 丙丁 南方火 丙 丁 丙 属羊 丁属阴 南方很热 阳气 是非常旺的 它的颜色呢 可以说是 橙色 红色 紫色 等等 南方 方位是在南方 比较 是阳火 您可以想象为 太阳 丁呢 是阴火 可以想象为 灯火 星光之火 蜡烛之火 电灯 灯光 等等 一般来讲 一个人 日主 属火 特别是 阳火 那么 这种人呢 他是比较 慈爱 比较积极的 你想象 太阳 普照大字 普照大地 万物才有生机 这是一种 博爱 仁慈 如果 火生土旺 这种人呢 就更仁慈了 所以通过 八字 可以看出 一个人的性格 就是这样来的 丁火的人呢 比较积极 乐观 活力 充沛 富有同情心 爱争分明 脾气呢 一冲动 气来得快 也消得快 有点这个 大大烈烈 不记仇 丁火的人呢 外有耳内刚 处理事情 不喜欢 针锋相对 心呢 也比较软 比较容易打动 但是呢 耐力很好 很有毅力 做事情 判断的能力 也很强 再来看 物及 中央土 物是阳土 几是阴土 阳土可以想象为 大地之土 高山 灶土等等 物呢 也是 热土 是有温度的 如矿山呢 砖瓦 沙漠 城墙 这些 都是有雾土 极土呢 是油土 为阴土 可以想象为 柔软的泥土 低洼呢 庄稼地 田园之土 能够滋润大地 土的颜色呢 是棕色 橙色 褐色 黄色 等等 主打颜色呢 是棕色 和黄色 如果土太燥 太热 没有一点水啊 来滋润 它是没有生机的 比如说 在沙漠里 植物 是无法生长 就是这个道理了 我们经常说的 土 生金 事实上呢 土太热 或者太冷 都是无法生金 造土 动土 是不生金的 土太多 也不生金 而且呢 还会埋金 这个在学习过程中呢 一定要辩证地理解和消化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接下来呢 是更新 西方金 更新 我们看到 秋天 阴气在上升 夏季到秋季的过程呢 是阳气在下降 阴气在上升 到了秋天呢 万物开始凋零 一片消沙 激气 中国的西部 属金 我们可以看到 从地理上看到 是矿产之源 是非常丰富的地方 跟地理呢 也是对得起来的 羹 是阳金 心 是阴金 那么 颜色上面呢 是灰白色 和雪白色 金属啊 珠宝 美玉啊 等等 都是属于白色 都是属于西方金 羹金 是矿石基金 想象为大自然的 钢铁 矿金 刀啊 建的这些东西 比较尖锐 比较硬的东西 都是属于羹金 所以 所以一般 羹金的人呢 比较 硬 比较讲 义气 性格 比较直 好 打抱不平 朋友比较多 直来直往 不太会掩饰 自己的内心想法 心经 它是比较 柔和的经 因为它是 阴经 可以理解为 首饰 珠宝美玉 这些东西 心经的人呢 比较讲 信义 注重外表 比较爱漂亮 不喜欢 欠别人的人情 对自己 有利的事情 会积极地参与 会懂脑筋 不喜欢 赚这个 辛苦钱 秋天过来的 就是冬天了 冬天 阴气 就慢慢 变成了 最寒冷的季节 也就是 人鬼水 人呢 是 阳水 鬼呢 是阴水 人水 可以理解为 长江 黄河之水 大浪滔天 势不可打 流的比较急 也比较干烈 这种水呢 是阳水 人水 鬼水呢 是阴水 可以理解为 雨露 积水 下的小雨 比较平和的水 颜色上面呢 煮的是灰黑色 鬼水 煮的是清白色 人水的人呢 比较有 责任心 轻松 宽广 长江黄河 肯定是有包容心的 他呢 也不喜欢呢 掩饰自己的内心感情 要么呢 热情洋溢 要么呢 怒发冲光 但是水 又是 很强很强的 可塑性 做人呢 就会有点这个 见风使度 因为 可塑 像那个 很快就会转变 见风使度 具有很强的 自我保护的意识 鬼水的人呢 感情 细腻 比较 体贴 鬼水是 纯阴 聚落的水 给人一种 特别神秘的感觉 表面上看出去呢 很平静 内心且 波涛松茹 很有想法的 但是呢 他比较爱自由 不喜欢受到耶稣 一般鬼水的人呢 会是 做这个 自由工作者呢 会比较多一些 这里的十天干呢 阴阳五行 方位 季节和俗性 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要下这个 苦功呼啊 就把它记住 情绪渐进 就能学好这门课程 好的 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节课 再见 下节目呢 好